149 長江日報 十盤炒股者最多虧了四成 2015年7月15日社會新聞05本報信 記者王奇通訊員陶衛 最近一個月,股市經歷小見的大震盪 入市的90後大學生,他們現在還好嗎? 昨日,長江日報記者選取湖北經濟學院金融學院做了調查 據了解,湖北經濟學院金融學院學子成立了藏龍金融發展公司 虛擬公司,成員一百多人,約三成學生實盤炒股 其他學生則在無意軟件上演練,團隊成員以個人學習為主 也像普通社團一樣定期組織活動成員評估 寫投資報告、討論局勢等 該校金融學院投資實驗室的老師還不時給學生上課 邀請從業人員進校培訓 即將升入大三的陳恩石是從龍金融發展公司前任負責人 他介紹,身邊炒股的同學上半年多少賺了一些 經過這節震盪,前期的利潤基本套料回去,少數人還沒回本 虧損最多的達到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 陳恩石強調,這只是他們學院小範圍的情況 不排除有加槓桿炒股的,那虧損幾乎是百分之百 從龍金融發展公司現任負責人就得專同學介紹 據我了解,同學們的本金多在一萬元到五萬元之間 目前賺得多的同學營利三萬多元,虧得多的也達到一兩萬 我們炒股以積累經驗為主要目的,而非賺錢 不提倡不經過無意就接觸實盤 這次股災更加提醒我們時刻警惕風險 以技術為基礎,保持理性心態,把虧損控制在承受範圍內 該校金融學院副教授曹小武認為 中國證券市場得夠理性和規範 加上大學生股民信息不對稱,資金有限 老師們通常不太建議大學生入市 請記住,股市不是一夜報復的場所 就僅私給了與生的人 感谢观看